今天的話呢,第八次上課 那上個禮拜的重點 大概來看一下 那當然呢,因為Python 我們這課程其實涵蓋的範圍還蠻大的 那每一次每一次其實都會多加一點東西 但是,舊的東西其實還會需要用到 所以你前面的東西可能一定還是要熟悉 包含就是說前面我們 像檔案合併分割啊 然後呢,把這些資料呢,其實 這個動作其實就是要把資料讀到Python裡面 那通常的話,如果你是暫時存放資料的話 那會放在那個串列裡面 然後呢,串列的話會配合回圈嘛 然後把這個資料做什麼處理呢? 也許你就把它放在資料庫裡面 不過最近因為看起來好像大家 學習那個資料庫的需求好像沒有Excel高了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呢,就把它改為 把它存在Excel裡面 那你會發現呢,存在Excel其實也並不困難 其實程式並不多 但是你需要額外安裝一個模組 就叫OpenPy,然後Excel的一個模組 那裡面它有一個方法 就可以幫我們把資料呢,寫到那個什麼 寫到那個Excel裡面 包含就是說因為Excel本身 它的整個工作部呢,就是Workbook 那Workbook裡面的話就是工作表 工作表就是Worksheet 所以呢,如果你假設要把資料寫進去的話 那通常呢,我們會呼叫那個Worksheet 裡面的Excel,Excel就是儲存格 有沒有,然後把它的資料寫到儲存格裡面 或者直接透過那個Sheets的那個物件 直接有沒有,Append有沒有 把資料Append進去 Append的話呢,基本上就會寫一列的資料進去 所以Append的刮符裡面的話 記得要放個串列 所以你會發現喔,串列這個型態還非常重要 如果你給的不對的型態 那它也沒辦法幫你把資料寫到Excel裡面去 這上禮拜的重點喔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喔 不太清楚或者有點遺漏的話 我建議回去還是再練習 把影片看一下 或者是說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裡面也有那個上個禮拜的程式碼 我記得是在Member啦 這個因為程式碼蠻多的 我是把它放在我們那個Member 這個地方寫錄的地方 在第五個單元裡面的第十一頁的地方 我把它改了一下喔 就是第十頁、第十一頁這邊 當然首先你必須要安裝這個 OpenPy 然後Excel 在這個模組 如果沒有喔 它就會出現那個 NormoduleName的什麼什麼有沒有 然後呢 你就沒辦法去使用這個模組 那裡面的話當然喔 這個OpenPyExcel 裡面還需要 import一個叫Wordbook 因為透過它呢 可以存取那個工作簿啦 工作簿實際上可以share檔案啦 OK喔 所以呢 透過它之後的話呢 那再利用那個什麼呢 Wordbook物件喔 裡面去指向目前Active 譬如是目前的哪一個是第一個啦 通常是哪個工作簿 理論上是工作簿1啦 不過 如果你不 不給它一個那個工作簿的名稱的話 那你直接 就第一個啦 Active的資料就第一個 然後呢 幫我把資料給寫進去啦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簡單的範本 以後如果你要寫資料的話 大概可以利用類似的方式喔 那最重要是這個Append的方法 有沒有 序值物件裡面的Append方法 就可以把資料呢 把它寫到裡面去 所以這裡你會發現啦 我們要寫兩個資料的話 那基本上我這邊有兩個Append 那如果你有多個的話 其實你可以跑個回圈 比如說你可能 來把資料讀進來 然後一個串列 Append的進去 那這樣的話呢 就通通可以怎麼樣 把資料寫到那個Excel裡面喔 所以上個禮拜 最重要的啦 我覺得這個也是算最實用的 因為 以後工作上 如果你把資料寫到資料庫喔 像你也覺得你也很麻煩 別也很麻煩 因為不可能說把資料庫給別人 別人也開不了對不對 那你要再把它轉出來 轉什麼檔案最簡單 最通用呢 最Excel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上禮拜最最最最重要啦 我建議喔 這個可以當範本 有沒有 這簡單的範本 是寫兩個資料 那如果你要寫很多資料的話 那一樣嘛 然後 主要是在這個裡面加一個 讀取檔案 把那個 會員資料給讀取進來 然後用realize realize的話呢 是把它當成一個 串列讀進來之後喔 然後再去切割啦 那在這裡當然我們是 只取前10個會員 因為0嘛 到11停下來就到10 所以跑0到10的這個資料 然後呢把它append到那個什麼 append到那個我們的sheet 有沒有 這個sheet裡面有個append 有沒有 就這個 然後把資料一個一個在回圈裡面把它寫 所以等於是0到10 等於跑11次 所以最後的話會輸入那個11列的資料 到哪裡呢 到那個excel裡面 那最後你只需要存檔就可以了 就workbook.safe 有沒有 wb就是workbook的那個物件 然後safe的話呢 給它一個檔名跟副檔名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把那個 這個檔案給建立了 其實還蠻 那當然你說 老師那以後如果要存在別的地方 沒關係啊 那你把路徑改成絕對路徑就好了 比如說你要什麼 第一帽號斜線的什麼 木的斜線的什麼檔名 副檔名 這樣也ok啦 所以其實將來呢 如果你假設喔 你要把取得的資料 存成excel 其實我覺得啦 因為方法非常的多啦 目前看起來 這一招其實就還蠻好用的 因為方法很多 能夠去 存取那個 excel的方式喔 至少十種以上 物件的話 至少十種物件 你一堆啦 當然哪一個比較簡單 哪一個比較容易 其實我覺得用open 這個pyxl 這個其實是還蠻推薦的 當然你如果有別的更好的方法 你也可以試試看 不過目前如果沒有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但是比較麻煩就是你一定要先安裝喔 有沒有 你如果你家 你自己回到家的話 一定要記得喔 去把那個什麼呢 這個 openpyxl 這一定要安裝 如果沒有的話 它會出現 no module name的什麼 那你把它裝起來 所以呢 之後的話 會遇到蠻多喔 你假設是使用的是 外部的模組 那你就要學會 如何把模組安裝到 你的 目前的環境裡面 的這個方式喔 ok 那如果細節不太清楚的話 其實上個禮拜影片都有錄下來喔 你們自己待會回去看一下喔 所以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是把那個什麼 member的資料裡面 把它輸入到excel裡面 我想最重要喔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盡量可以找別的資料練習啦 反正這種東西其實就是熟能生巧嘛 反正多做幾遍喔 熟了之後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還不太熟喔 還是把那個範本 一定要留下來 ok 因為為什麼以後的話喔 我發現很多同學 沒那麼厲害啦 叫你把它全部背起來 拿那麼厲害對不對 但是你至少有個範本 至少你看得懂 改一個 改音會會改吧 所以後面的話 其實我們會 在今天的重點喔 就是會再結合那個爬蟲 把那個網路上 爬下來的資料啦 也許再練習一下 怎麼樣呢 再把它寫到excel裡面好了 所以後面其實多練習幾遍啦 應該你們以後就管瓜爛手了 那以後也就是說喔 所有的資料呢 很快就可以直接輸出到excel 哇 你說輸出到excel 反正就很好用啊 所以甚至有人怎麼樣 就接力賽嘛 把python拿來爬蟲 那excel的話 就處理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就好了 那你說老師 那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python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 但是非常麻煩 非常複雜 因為裡面有一套Pandas的一個模組 哇 它也是做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幾乎一模一樣的功能 但問題喔 它裡面全部都要程式來做處理 那跟樞紐分析表 所以最大的差別是樞紐分析表 它可以直接用拖拉的嘛 有沒有 視覺化 所以啦 有的人是這樣 乾脆我前段 那我用python 後段的話 那我用ysl 也可以啊 那你要把它存成ysl 不就後面再去做不就OK 反正喔 一個解決方案是 按照自己的需求 去把它調配出來的 沒有說一定要怎麼做 那你說老師 那我希望全部都python 可不可以 你說老師 那我要全部都ysl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反正這工具其實很多都相通的 只是說哪一個比較有效率啦 或者哪一個可能比較不用花到錢 或者說 就好像你今天要搭車到高雄嘛 對不對 方法絕對不只搭高鐵而已嘛 你說有錢搭高鐵 那一千的話你搭巴士也是有方法嘛 再怎麼樣搭台鐵也可以啊 對 那如果要更省一點 有的人騎摩摩摩車嘛 現在很流行什麼機車環島 我看年輕人好像一定要 畢業之前一定要環島一次 而且還蠻省的 因為騎摩摩摩車 油錢算下來到高雄應該 那比其他工具都還要更省 甚至還有人騎U-buy 直接把他騎到高雄去 所以後來U-buy就改了他們的政策 就你跨區 因為我要把那個車運回來 所以呢 你要多加什麼跨區的費用 好像就是因為那個有人 就是直接把他騎到外縣市去 那造成他們很大的麻煩 因為雖然你外縣市可以還 但問題他們很麻煩 好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那個 城市都在這邊